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虹 很久沒有拍教學了 之前有人問過我說 宇宙拍的龍骨握把布要怎麼包 那這事情做了很久 如果這位網友你還在的話 今天要來拍怎麼包龍骨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聽到龍骨握把布的話 我簡單跟你講一下 像這種就是龍骨握把布 對焦 這個就是龍骨握把布 就是它上面這邊會有一截一截的 那個凸出來的感覺 這個又失焦了 好 我站遠一點 就是它這種 就它這邊會有一截 有沒有看到就是它這個握把布上面 會有一截一截的感覺 它的原理就是它中間有一條泡棉條 所以說它包上去的時候會 就會有這樣子一截一截的效果 那這一截一截的時候就是 就是你握的時候啊 這個手指就可以卡在這個兩截 這個縫裡面有沒有 就會這樣卡 手指會這樣卡住 那當然這個手感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這個就是看個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你們問的是 你們買這種龍骨的不知道怎麼包 其實我覺得龍骨是全握把布裡面最簡單的 那既然有人不會我們就來示範一下吧 我們先把我們的龍骨拿出來 這個是我平常用的龍骨握把布 這個是 Kimoni的 KGT-09 這是我目前愛用的龍骨 那跟大家講一下龍骨就是它中間這邊有沒有 這邊都會一條這個泡棉條 這個是有點軟軟的 但是它有點硬度的 所以你幫上去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圈一圈出來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教學吧 GO 好的各位首先你要先準備幾樣工具 就是第一個你要包著球拍馬廢話 第二個這個握把 那握把他通常都會附一個這種 那個黑色的條很難黏的條 那這個我相信一定都有附 然後再一把剪刀 那今天我們會教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要用剪刀一個不用剪刀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這邊會有個磨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先把磨撕下來 不要傻傻的連磨一起包上去 磨撕下來那磨的被包的那一 蓋的那一面就是這個 剛剛這邊不是被磨蓋的地方嗎 這一面是要手要握的地方哈 所以說這個地方朝外 但是我相信你買龍骨握把布 你不會真的笨到這樣子反過來包吧 應該應該沒有這麼這麼搞笑對吧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先從戲邊 這也是傳統握把包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就先撕下來 然後你在這裡固定 對焦你在這邊固定 固定之後就開始走 走一圈 就跟我們之前教的那個握把教學一樣 如果你有看那個之前那一集 就是應該現在應該有十幾萬人看了吧 對吧 走一圈然後再往上套一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底蓋在上面會有套到一下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走到這個龍骨的地方 就開始可以開始往下了 那其實為什麼我說這東西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疊在這條龍骨的下緣就好了 就是有沒有它這邊其實有一條線有沒有 就是它的下緣的地方 你對著它 那當然你不要整個蓋道啊 你就對著它 然後繼續往下包 有沒有去看著它的下緣 這東西就是為什麼我說很簡單 因為你也有一個東西可以對準的 你知道嗎 你就對著這個下緣一直包 一路包下去 有沒有 你自然就可以包得很漂亮 因為你已經有個參考的基準值 你一般用無法你還要自己抓距離 這個不用 這個你就照著看著包 所以這樣子一路包下去 非常的簡單 那如果你的手指比較粗 有可能比較粗 或是你喜歡比較粗 你就是壓著鍵可以長一點 就是你就不用壓這個下緣 你可以像這樣子拉大一點 你拉大一點的時候 這兩節的寬度就會比較寬 那就看個人 我自己用都是用 我就是對齊這個這樣包 我覺得這個手感 這個手指的距離是剛剛好的 所以來看你 如果你想要快一點 是可以快一點 那我們就先快速的先包上去 因為我們就是 不要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再有看我這邊包物吧 那其實你包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因為這邊尾端是長的嘛 所以你這邊收尾的時候 就沒辦法像我們之前那樣子 黏上去收尾 那這個時候你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拿剪刀 記得喔 這個方向這樣子剪 這樣尖尖尖尖尖尖尖 就有一個斜的三角形對不對 這樣子這個剪這樣子一條 就有一個斜的三角形 再拉上去 然後再用你原本的 這個附的這個黏的 或是你用別的東西 也可以把它黏起來 那這個就是一種 那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一個 比較有一點難度 但是會比較方便 就是如果你在外面真的沒有剪刀 然後你又不想要用那個 很鳥的那個膠帶的話 的一種方法 好那我先用這個 這個就是從這個 比較寬的這邊 開始包 那如果你是照著 我一開始那個教學這樣包的話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假如說我們先這樣繞一圈對不對 你就遇到一個麻煩了 這邊已經有龍骨了 這邊已經有龍骨了 這邊已經開始有龍骨 所以說你這樣子再蓋下去 第二圈的時候 這邊兩條龍骨會疊在一起 所以就會很難用 那如何解決這個辦法 就是因為我們上面 殘兩圈嘛 我自己喜歡上面殘兩圈 你這個殘一圈也殘不了 因為這邊已經是 他這一段就這麼一小段 是沒有的 所以你就算再怎麼殘一圈 都會多這一條出來 我不知道你聽不聽我的意思 所以這時候呢 我通常會抓距離有沒有 這樣子繞一圈 繞到這裡的距離 這邊 大概在這個位置做個記號 用力壓一下 做一點小記號 我會把這個龍骨 這東西是可以撕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可以 其實東西是可以撕的 那你說 啊我這樣子撕的有點 有點醜啊 誒我剛剛這個記號呢 好看感覺 剛剛 我這樣撕的有點醜啊 但還好 通常好的龍骨 應該不會太難撕才對 然後這邊這樣撥掉就沒有了 那你說啊這邊這樣子破的話 會不會怎樣 其實不會 因為你看正面 完全沒影響 啊背面這邊 你又沒有要握 所以還好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 照著小紅的那個方法 對吧 殘 我看一下 我對準 我要邊殘邊對那個鏡頭 因為我要看我鏡頭的畫面 所以就有點麻煩 這樣殘 那帶一點點張力就好 不要拉太緊 你有看到我 雖然我還是有帶一點張力 但是我沒有扯到很用力 開始往下 好 那這邊我們趕快趕緊 我趕緊用完 有沒有這邊收尾的時候對不對 你就可以剛好這個 剛剛這個細的邊對不對 就把它黏起來 這樣黏起來 黏起來之後呢 這邊就收完尾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一段還太多的話 你這邊可以再多撕一點 有沒有 我剛剛可能撕的太少 再多撕一段 讓它再多殘可能一圈嘛 剛剛只繞到半圈而已 就往下走嘛 你可以再多撕一點 讓它殘到兩圈 再往下走 那這邊應該就會收到這一頭來 就不會收到那麼高 那就看個人啦 這個就是自由喜好嘛 握把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握得慣就OK 那我就先不黏上去了 因為我要包在另一隻球拍上面 這個就是拿來示範而已 那這個就是龍骨握把 有沒有 你照著那個尖距 它拉過來的時候 你就疊在它的這條 泡棉條的下方 你就可以自然去弄得很漂亮 所以我說這個是最簡單的 這個比一般握把簡單 你根本不用抓距離 你就照著它 它就有距離給你了 所以很簡單 那握起來的時候 就感覺就這樣子 有沒有 你手指放在這邊的時候 可以剛好扣到 但是這東西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所以就試試看吧 好啦 今天龍骨握把都這邊 之後我們拍個進階教學 就是 用一般平面的握把 爆出龍骨的感覺 那我們之後再拍教學 請期待一下 雖然我這樣講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來 但是 我希望盡快啦好不好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 或是私訊粉絲團 跟我說 或是你想看什麼樣的內容 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粉絲團按讚 來關注我最近消息 我是小鴻 下次見啦 掰掰 下一個握把教學見啦 掰掰